好 在我們打開Atlantis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它就跳出一個對話框跟你講說 你有一些材料找不到 這有兩種情形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是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真的你在 拷貝檔案的時候 它的位置跟原來不同的 所以它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另外呢 是真的你的 建材都不見了 你會有一個材料庫 像這個 我們出來有一個 你從Sketchup 或Archicade裡面 把檔案匯出成Atlantis格式的檔案時候呢 它會輸出一個資料夾 寫class 就跟這個同名寫texture 就材質 那你如果打開裡面 它就是有很多材質的 標準的圖檔 那這個圖檔有的只是單純的圖 有的不是 這個是單純的圖 有的不是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材質的資料庫 如果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這個真的不見 你只拷貝這個 譬如說這個可能只拷貝給同學去打開來 叫它繼續加工 這時候呢它就會出現像這樣的情形 因為你材質沒有帶進去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是說有時候呢 你移動了這個檔案 譬如說你可能 我像我這個呢 是這個跟這個一起移動到 class01這個資料夾裡面去 那它可能認為原來的資料 然後這個材質的位置呢 是在桌面上 原來有放在桌面上 所以它找不到了 所以它找不到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樣的對話框 好 所以兩種狀況 一種是真的找不到 一種呢 是它跟原來的位置不同 所以它要確認 好 這兩種狀況 那遇到這樣的狀況 也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呢 是 你真的去找 資料夾 或者是替代 就是去找 原來材料在哪裡 比如說你點一個資料夾 它去指定剛才 我們那個資料夾的位置 這裡面這個 你點它 它就會進去了 就會自換 另外一種是叫自換 自換就是這個材料 自換什麼材料 它去找一個圖片檔 來自換它 來自換它 它可以的是TIFF 或者其他各種圖檔都可以 它通常原來是TIFF 所以它希望找的是TIFF 好 這是 找外面的資料夾 或圖檔 來把整個取代 因為有可能它是位置不對了 所以你只要換資料夾 有一種是圖片不見了 資料夾整個不見了 所以你要用自換的方式去把圖檔給叫進來 這是當你的資料夾的位置還在 只是它找不到的時候去做的動作 那另外一種是 你的材料真的不見了 全部都沒有了 那時候呢就進到 這個 就按繼續就好 你不用去替代 因為你也找不到原來的材料夾 所以你繼續 當你繼續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 就是你可以用裡面的材料去替換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說明幾種狀況 一種是 如果假設你的資料夾真的都在 我們就試一次 我們把資料夾打開來 我把三種都試給你看 這個材料的部分 好 我找到那個材料夾在這裡 然後按確定 好 然後繼續 好 它會載入 就沒事了 它所有的材質就進來了 好 所有材質就進來 那 這樣你當然你去Randle 然後做什麼就會有 這個 就都有 這燈光不用 好 就這樣 所以它原來的材質就會上去了 就是一種 如果假設你找得到資料夾的話 那另外一種不是 我現在再試另外一種 好 我們再把這個檔案打開來 我再開啟 重新開啟一次 我不曉得這次它會不會記住 有時候它記得住 有時候記不住 好 我找這個 它還是出現 因為原來 你的資料 我上次存檔的時候 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它找不到 那 第二種情形就是 你一個一個去取代 比如說松木 你可以去取代 原來松木顆粒α 我把它改成 這個好了 住 這個開啟 它就一個不見了 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不見了 然後石灰7 我把它置換 所以換成皮革 欸 皮革又不見了 所以就一個一個取代 這樣進來 如果說 就一個一個取代 比如說這樣 當然這個原來都不是啦 我只故意亂取代給你看 那 現在呢我有一些 已經用一個圖取代了 另外呢 我假設我說 這些材料我實在找不到 我就按繼續 好 剛才我取代幾個 可是幾個沒有找到 它有幾種情形 一種是可能 會在那個資料夾 找到你的圖檔 一種是不會啦 那我們來看喔 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 它的材質 原來找不到 它會 它後來還是全部找到了 有的它會寫 就取代的部分 你看它現在都找到了 鋸鐵材質 我要看 有沒有原來是人形莊 後來被我們改掉 不是人形莊 因為它好像後來都找到了 就是去 去那個 喔這個你看 水瓶松木我把它改成 焦柱的混凝土 它就變取代成焦柱的混凝土 有沒有 原來這混凝土 還有 我記得還有 還有 這個也是 皮革子找到了 就是它會在這邊顯示出 你原來是什麼 後來用什麼 你看 瀝青 這個好像是這個吧 欸 還是路面磚 你看 路面磚我變成烏瓦取代了 OK 這裡變烏瓦了 有沒有 好 垂直松木變 關叫 這個 石灰石變成皮革 應該是這個吧 改成皮革了 OK 好 這個是 到目前為止 我是告訴你 它會有幾種狀況 一種是 材質找不到 你可以去找資料夾 第二種是 你把某一些取代 就會看得到它取代的結果 那這些為什麼找得到 因為它剛好在它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找得到 我再關起來 我再關起來 不儲存 好 我要關起來的目的是說 我只把幾個材質找出來 放在外面 譬如說 人形專業跟這個 我把它拿出來 Copy好了 我放到外面來 所以我現在只打算讓它找到兩個材質 其他不在那個資料夾 否則它就會找到 好 材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Atlantis 你們要像的話 材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遇到狀況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就沒有辦法做了 好 進來了 好 一樣的 我們開啟 這個 好 開啟之後 一樣的它會找不到材料 可是那兩個它好像找到了 那兩個找到了 對不對 松木什麼什麼 我們有 看一下 人形專跟皮革是不是找到了 對 它找到 因為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它找到了 那我就不管它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 會有發生什麼情形 有些材質可能會不見了 就是對應不到 好 它對應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 水平松木顆粒 行道磚 好 你看白色的 有沒有 行道磚就可能有 我們剛才是 找到哪一個 看一下 我們把人形磚跟皮革放進來 所以皮革會有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皮革 好 你看有皮革 但是垂直松木也不會有 好 那這樣的問題呢 就會出現了 你看喔 這也沒有 松木我們原來用在哪裡 好像用在門啊 框啊這個地方 這是白色的 我們如果近距離的看的話 我換了一個角度 我換一個比較近的角度 或者說可以看得到的角度 好 這是原來的 材料 我們看一下喔 我點這裡 它會出現原來這個材料 我如果點在材料這個底下 我點這裡 注意看 它會出現 它會指這裡 如果你點這裡 它會出現原來是在塗料07 顏色有 但如果我是點這個 點這個 它會出現這裡 你看 點這裡 它會出現在這裡 點這裡 好 我要告訴你的是 如果我沒有找到圖片 沒有找到圖片 它就會呈現白色的狀況 就沒有材料 所以你要 必須要處理 那我現在先講到這裡 先講到這裡 目的是告訴你 從外面進來的時候 它塗檔材質 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試著做一次 就是 把兩個材質呢 放到它同一個層次 然後進來之後 其他都沒有取代 我要講 沒有取代的時候 怎麼來做